对不对 就是我告诉你就能练吗 不是说 这个东西不是我不说 我说了你不一定能练 换句话说 有些话叫什么 叫法不传递六耳 密不过三人 比如说 真正老师讲法的时候 就咱们两个人 法不传递有第三个人在 咱们不说 密不过三人 商量讲什么了 咱俩商量 你再找一个人泄密怎么办 是吧 这是传统老师傅讲这些东西 你现在讲这些东西 在这边是公开 是宣传 但是公开宣传 首先你要保证的是 你功法的安全性 对 比如说 我现在讲功法讲什么 第一 讲的是安全 从呼吸上讲 我都是讲自然呼吸 我很少讲密服之呼吸 不是说我不知道 说我怕 一旦出现问题 您大老远的几千里地 是吧 出现问题 几千里地 搭着人工 搭着时间 你再找我给你调工 您说您这花钱买最少 对 所以说 咱们的功法 第一是在安全的前提下 得到你有效的锻炼 或者挖掘你身体最大的潜能 所以在功法里边 咱们这个 那一斤斤这么多人 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对咱们功法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很欣慰 对 我没把人练坏了 这是这样的 你大伙认识来学了 不求说练得多高吧 你别练坏了 别练坏了 就是这情况 你包括咱们 说一斤斤后边那三图 坐身弄 我身弄定身图 对 是吧 我只是中规中矩地去讲 绝没有加自己矿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一做 心圆一马一那什么 你更容易出事 我再跟你讲气 我真连坏了怎么 对 是不是谁给你负责 您花了钱了 到我这找毛病 我也受不了 挣你那点钱 是吧 还不够挨骂的呢 对 所以说 功法第一 是安全 对 就这么简单 对 其实有些东西吧 就是不适合在线上 做教学 对 为什么说 咱们一进行会员 一开始就承诺大家说 一定要有吃这个集训 对 对 要没有这个阶段的话 就是后边的很多 这个再高城市就很难 那啥 线上就真容易出事情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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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调侃也好 怎么说的 就是说 怎么才能量 其实首先来讲的话 任何一个功法 你按部就办的练 可能都能达到了这样一个功效 是吧 但是前提 师傅得真教 图定得真学 这样还可以 好